聊一聊那些错别四大王明星 1. 汪峰把十鼓唱成竹鼓 1. 汪峰在唱《北京》,北京中,把我似乎听到了他竹鼓般的心跳的诗,傻,鼓,唱成竹,鼓 5. 请问,竹鼓是什么意思?老师没有教过我,我翻遍四书五经也找不到 2. 刘诗诗把《沮丧》读成了《茄丧》 3. 刘诗诗参加在北京举行的《步步惊情》的片花发布会 有网友发现,片花中刘诗诗竟然将《沮丧》读成了《茄丧》,引起风波 4. 网友表示,真不敢相信,会读错这么简单的字,没文化太可怕 5. 事后,刘诗诗在微博表示是口误造成,会纠正。请问这是口误吗?明明不识该字 3. 义能静把《沦丧》念到《沦丧》 素有才女之称的《伊能静》,在歌曲《念奴交》中把《与善沦丧》读成了《沦丧》,引来一片哗然 3. 在媒体追问下来,一向以甜美式人的《伊能静》终于拉下了脸,愤然离场,并当晚在博客撰文是可杀不可辱 4. 这个媒体也不是人,装挑别人的痛苦说 4. 杨幂把脚踝, 说成, 说成, 杨幂 杨幂之前在参加一个时尚节目时,指着自己腿脚之间的部位说那是脚链,观众一头雾水。别人提醒之后才恍然大悟,顿时无语 5. 王菲把低启呼, 唱成, 帮哑哑哑 5. 王菲当年翻唱邓丽君的水调歌头时,错打歌词《低启呼》唱成了《低吟》,故,害得许多久时候,一直误以为起自读座椅 5. 你妈,小编我也经常把这字读以,源于当年读《五凤朝阳刀》,里面有个女子叫东方启朱,老子一直读的东方语,朱 6. 毕福建把九球天后写成九球天后 5. 毕老爷写了一幅书法作品送给九球天后潘晓婷 5. 为了卖弄文采,毕老爷写繁体字,居然将九球天后写成了九球天后,旁人一看,还以为是环球大嫂 5. 殊不知,这个后字只能用表示前后的意思,不能用在名词如皇后等词中 5. 不知潘晓婷这个用繁体字的人发现没有 5. ошиб,不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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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问,故意 分敘 chính边